今次的實驗,我們想看看反射光線偏震的現象 今次的實驗中,我們需要一部幻燈片放映機 一塊膠片,和一塊偏光鏡片,即是俗稱的保麗來 首先我們將光線直接投射在頭影幕上 然後我們用保麗來探測一下光線的偏震現象 現在我們將保麗來旋轉90度 光線仍然可以穿過保麗來,投射在頭影幕上 現在我們將保麗來再次旋轉90度 光線仍然可以穿過保麗來,投射在頭影幕上 由此可見,由光源來的光線並沒有偏震 現在我們將光線投射在膠片上 反射的光線就會投射在頭影幕上 現在我們用保麗來探測一下反射光線的偏震現象 當我們將保麗來旋轉90度時 我們見到反射的光線不能穿過保麗來 在頭影幕上形成一個黑影 現在我們將保麗來再旋轉90度 被遮擋的光線現在可以重新穿過保麗來 而投射在頭影幕上 這種現象的產生 是因為光線經過一個特定的入射角度 反射出來的光線就會產生偏震 而偏震的反射光線就會被保麗來擋住 在頭影幕上形成黑影 反射到頭影幕上形成圈 這個動作為砂姿 在天色下為 luier方的偏震 在頭影幕上形成黑影幕上形成的 在頭影幕上形成的